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將這個曲軸 然後整個把它組合在一起 讓它能夠實際運作 各位看一下 它組合好以後 它可以模擬運轉 那這個我們如何做呢 我們等一下再示範操作給各位參考 這個有時候在巨蟹設計當中 你必須要模擬運轉 才能察覺出來 它有沒有干涉 然後你可以檢查出 它的運動量 是不是達到我們的要求 那這個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在組合鍵 這個當中去模擬運轉 那今天我們就是 將這個組合鍵 我們將它從單一零組件 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讓它能夠 運轉 轉動 然後我們才能檢查 把它運作 是不是有順暢 有沒有干涉 一樣 我們將這個圖檔 我們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重新再 將這個所有的鋁零件 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 讓它實際再運轉 試試看 好 我們將這個圖檔 關閉 好 我們開啟 零件 然後 然後 我們 用這個零件 從檔案 從零件 轉生主要件 當然就是 這一個零件 確定 好 我們就 開啟這個檔案 第一個零件已經進來 我們將這個零件 一般 它零件進來的話 都會固定 那 我們為了 讓它能夠運轉 我們就將這個固定 把它取消掉 變成浮動 然後我們再來結合 檢視 戰身主 然後我們選擇 前基純面 跟這個 戰身主 從而供點 再來選擇 上基純面 跟戰身主 一樣 也是 從而供點 再來選擇 右基純面 跟這個 右基純面 從而供點 好 最後 我們將這個 隱藏 掉 我們這樣子的話 這一 本體 就可以 固定在這邊 運轉 好 我們再插入 新的零件 這零件 我們已經都畫好了 我們第一個 這個 裴臉 然後因為要兩個 所以我們用直線的複製排 方向 我們選擇一個 複製 民主線 這個 切零 接下來 我們把它解散 然後我們再來結合 這個 跟這個面 同軸心 切零 再來 這個 跟這條線 同軸心 切零 再來 這個 跟這條線 同軸心 切零 我們再選擇 這個 邊邊 跟這個 邊邊 切零 這個 整個 這個圖形 大概都已經出來了 接著 我們選擇 一樣 還是結合 選擇 我們選擇 這個 前機子面 跟第三個 前機子面 同軸心 接著 我們再選擇 這個 前機子面 好 確定 這樣子 這樣子 的話 它 軸承 就會跟著轉 好 接下來 一樣 我們再插入 現有的零件 這個零件 就是 這一個 好 進來 一樣 結合 我們選擇 外面 跟這個 同軸心 但是 面要轉回來 切零 一樣 我們再選擇 這個面 跟這個面 結合 再選擇 一樣 選擇 這個 這個前機子面 這個前機子面 跟這個前機子面 跟這個前機子面 同個供電 好 接下來 這邊還有一個齒輪 還有一個 滑絲 一樣 再插入 現有的零件 我們滑絲先插入 一個比較厚的 跟這個前機子面 結合 選擇這一個面 跟這個面 再選擇 這個面 再插入 現在 現有的零件 接下來 我們要找齒輪 就是這一個 一樣 我們先結合 選擇哪一個面 選擇 這個面 跟 這個面 結合 要對正 好 接下來 選擇這個軸心 跟這個軸心 跟這個軸心 對正 切 接下來 選擇 前機子面 跟主軸的前機子面 讓它完全對 好 好 接下來 我們 插入這個 半圓鍵 插入現有的零組件 游覽 就是這一個 這個半圓鍵 結合 一樣 選擇 這個半圓形的部分 跟這個 半圓形 讓它結合 再來 選擇這個面 跟這個面 結合 確定 我們將這個半圓鍵 讓它平 平 確定 好 再來 我們這個 下面的部分 零件幾乎都好 現在剩下 上面的部分 我們再插入 現有的零件 主軸鍵 好 再來 哪裡呢 主要的這一個 主要的這一個 再來 插入 現有的零件 組合鍵 哪一個 就是 軸層 再來 插入 現在 現有的零件 組合鍵 在哪裡 就是 這一個 那 因為這個 有左右兩邊 我們再插入一次 現有零件 組合鍵 一樣 再插入一次 好 現在 我們先 將它結合起來 好 我們第一個 先 選擇這個 裡面的零件 跟 這個零件 好 再來 選擇 這裡面的零件 跟 這個零件 好 選擇 這個零件 跟 這個零件 再選擇 這個面 這個面 同 好 我們再選擇 這個邊邊 跟 這個邊邊 同 再選擇 這個面 跟 這個面 好,接著齁,我們要選擇這兩個結合 選擇哪裡?選擇曲軸跟這個主軸 接著呢,我們選擇這個面 跟這個面 好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直接運轉了 但是這個運轉,上面沒有固定 所以它會亂轉 我們再選擇前基準面 跟這條暫存軸,讓它充合供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最後我們檢視隱藏所有類型 那整個齁 這個曲軸,它就可以自由運轉 看一下 現在這一邊齁 就可以看見 軸傳也跟著轉 齒輪跟著轉 這個在機械設計當中 在我們的組合圈裡面 我們設計好以後 必須要模擬測試 看有沒有互相干涉 我們才可以模擬測試以後 你才知道它運動跨距多遠 然後是不是在運轉當中 有沒有干涉到其他的零件 萬一有干涉的話 趕快把它修正回來 一個成功的機械機器 在真的做一個樣品出來以前 我們最好就是在我們設計當中 就能夠一先 能夠模擬出它 會產生的什麼狀況 有沒有干涉 硬重量多少 只要你這個機器出來的話 才能夠保證成功 那這個是當然是在最後的階段 所以說不能貿然的說 沒有經過模擬測試 就把它生產出來 萬一這個一生產出來的話 到時候產生問題的話 那麻煩就大了 比較更改設計啦 整個模型啦 整個 運作啦 要重新調整 那 那損失就很大了 好 我們今天 這個今天是算這個 曲軸的整個 完結篇啦 我們將整個的曲軸 從一樣 每一個零件把它畫出來 最後將這個曲軸 把它完成 最後把它整合 全部都裝在這個機器裡面 這個是一個 我們機械設計裡面的 一個示範 任何機械 都是這樣裝出來的 你沒有培鈴 你要設法把它畫出來 當然 有 最好 網路上能夠搜尋到3D圖檔 那最好 那 有時候是十之八九 沒辦法 達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我們有時候最後 還是要自己 動手去把它畫出來 好 我們今天圖檔示範 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OK 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 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